我是听说最早的灰姑娘的故事是来自中国 而且是一个中国女孩叫夜宪 首先我觉得夜宪好像不太像一个汉族名字 夜宪应该是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名字 因为很多少数民族她没有什么姓 她只是有一个名 当时的话来说应该是念Yip Han 这个Yip它是带有一什么呢 就是说女性的一种冠声 就是所有的女性都是 对对对Yip 这个Ham是她的名字 Ham就是真的是这个女孩的名字 对对对 对对对 夜宪 was writte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t might explain something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in almost every version of the Cinderella story is the shoe she leaves behind It is according to the story 太小了 去遇到其他人 可能 中国人的尊严 有小的尊严 因为她的尊严 是一种平均的 在中国人 在中国人的尊严 一位女儿 会第一个尊严 一位尊严 在准备 准备 什么来到 下来 一种转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